念佛人灵命忠实 佛没有来源 决定不能走 家庆眷属来诱惑你 那是 缘亲在主 还有 如果是 魔王外道 他会变现佛菩萨形象来接近你 他不是阿弥陀佛 临终的时候见到 释迦牟尼佛 要死如来 真有啊 是不是他的接引 决定不是 你平时不念他 他怎么回来 见到的佛不是阿弥陀佛 就知道是假的 魔来接引 这个一定要认识 还有 临终祝念的人 要帮助他 他要看到 哎呀 我看到 是假魔女佛来了 立刻要知道 决定不能跟他去 要提醒他 一定要跟阿弥陀佛去 这个话最重要了 如果不提醒他 他就跟他去了 那就上大档了 要不提醒他 要不提醒他 就会认识他 我去那家 我去那家 要不提醒他 就会认识他